有成熟的 像我们这一代是推出来的第二代的几条衣 你在外面完全看不到任何的螺丝跟钉子 像它单单拿起来是一条椅子 但它可以无限收纳成这样一整条的长椅 外形简约的木头板凳暗藏设计巧思 青年级设计师团队甘丹创新 利用日渐失传的损卯技术 不使用任何一根钉子就能组合木头构建 再加入现代时尚元素 开发出许多创意商品 像这种传统的工艺它会没落或消失 一定有它遇到的困难跟危机 但是我们是觉得这一块的工艺非常的 第一个它很特别 第二个它很有意义 然后我们也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透过我们一些现代设计 或是像这样Maker的方式 然后把我们里面的一些元素转化下来 让它可以再次的延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一群来自嘉义自诩深具Maker魂的台湾设计师 选择充满文创气息的台南 作为创业的出发点 希望以简单的设计 将台湾文创品牌推向国际 我们就希望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创新 简单的设计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 当有一天我们可以踏上这个国际舞台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跟全世界的人说 我们来自于台湾 那我们的名字是取自于我们母语 简单的意思 甘单 甘单创新的生产基地 位于台南仁德巷内的铁皮工厂 26岁的郭乐 何依如和许伯宗 从研究所时期不断参加设计比赛 曾获得德国IF和红点设计大奖肯定 累积创业第一桶金 但创业初期三人不懂分工和行销 距离破产只剩一线之隔 在那段时间内我们就默默快要把钱给烧完了 然后我们就为了警惕自己 就是在墙壁上就贴了一张张破产倒数计时 我们就是要一直告诉自己说 我们时间剩不多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跨出这个关卡 所以后来我们才去参加展览 然后参加试集 然后厚着脸皮 就算下大雨也要去敲文创通路的一个门 去拜访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当年三人踏上创业路 苦无资源和资金四处碰壁 就在这时全台第一家由地方政府辅助 委外经营的创客空间胖地招募进驻团队 每个月只需缴交800元 就能使用工作室内的3D列印机 雷射切割机等数位制造设备 就这样改变了干单的命运 你好不容易训练出一个人有技能 他甚至可以得奖 OK 可他离开校长的时候 他又归零了 就他只带着一层技能 可是工具全部离他而去 那可是相对来讲社会上有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他有一个发挥的场所 那所以那时候干单他们就找到这边 数位制造工具有助压低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以长宽各十公分的钥匙价为例 传统打样需五到六千元 费时一个月 若使用3D印表机 材料成本只需两百元 一小时内就能搞定 过去师傅靠传统木工机具量产需花两到三天时间 现在有了雷射切割机 五分钟产品就能出炉 掌握制程和技术 让充满设计能量的干单创新更具竞争力 一开始我们讲创业很多人会 可能会以为我们去卖鸡排 或是卖珍珠奶茶之类 但很难去想象说 一个创业其实是做一个产品的量产开发跟上市 因为说真的开发一个产品谈何容易 你一个模具 你一个生产的成本都是非常惊人 但是有了这种制造者的设备出现 我们就算很少量的做产品 也不会感到非常的有压力 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文创跟所谓maker结合的一个例子 你用雷射切割机 去做你的产品的大量的 不能说大量量产 我们认为那不叫大量 在工业等级的话 至少是一种小规模量产是没有问题 甚至可以帮助你节省很多成本 然后可以帮助你更快速的去回应顾客需求 maker 时代的来临 也改变制造业的生产流程 郭勒说有了数位工具协助 团队现在只要一有灵感 就能打烊产品 落实maker 做大于想的精神 在我们以前这样的设计流程 我们一定就是先发想一块产品 然后把它想得淋漓尽致 一定要把它就是做到最完美 我们才愿意把它推出来 可是往往这样的一个过程 会花掉非常多的时间能力 而且你推出来产品 你不一定可以卖得很好 但是创客的精神刚好相反 我们只要一有概念 大家讨论完觉得不错 我们马上机器就打烊 那就可以拿去跟消费者 或者是先制作一批小量 先去市场上试水温 然后你就会有很多意见回馈 我们再继续改良成第二代第三代 甚至是第四代 然后再推出 在数位工具 挹注新能量下 甘丹创新逐渐壮大 现在有了自己的木工厂 并投资数位制造设备 从产品发想到行销贩售 全一手包办 成军四年 他们得到两厅院 齐美博物馆的客制化订单 也为总统蔡英文 量身打造文创商品 打响品牌知名度 很多都很喜欢问我们 有没有赚到钱或甚至有没有水银养货 但是我们只能说我们还没有达到 我们当初设定的一个标准 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营收 但是可以看到我们赚到了很多工作伙伴 然后我们赚到了很多很多的产品 我们甚至赚到了一座工厂 对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还在往我们所设定的目标前进 甘丹创新从台南起家 至今产品通路拓展到网路百货公司 甚至在法国 日本的部分旅馆都买得到 他们以日本的无印良品 瑞典的IKEA为目标 希望将台湾传统工艺和创新设计 推广到全世界 要证明 甘丹其实不简单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简余琪 台南报道